李卓人報道 各位貴名 各位我們台東地區的好名人 各位臨頭的主持者,聽話,大家好 大家知道,家裡是什麼日子嗎 大家知道家裡是什麼日子 感恩節 這雖然不是說我們台灣人的一個節日 但是這是西洋人 他們很主張的一個節慶 他們的意思就是感謝上天 我就 我常在想說今天要和各位說什麼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個感恩節 對我來說 今年的感恩節和鳳梨都不一樣 鳳梨我不會想到這個日子 但是今年特別感恩 感恩為什麼 感恩說我們台中也有很多 聽說有很多鄉親子大 要來跟我們支持 要來跟我們朋友 感謝各位 首先 我們這個利息島民做節目 到今天為止 已經差不多十一個月 半十一個月 因為我們從今年的一月開始 做到現在 都一天都不停 我們在做這個公佈的節目 這個 我過去 六十幾年 我沒有做過電台聯合的節目 所以開始在做的時候 心裡是很惶恐 很害怕 好解就是 每一次 我要離開辦公室 要去錄影 去電台錄影的時候 要唱節目的時候 好 我們辦公室 那個小姐 那個年輕人 他們就說 陳老師加油 陳老師加油 給我加油 加油 加油 一禮拜 兩禮拜 到三禮拜 還在加油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他的主持人 在主持節目 沒有人說加油 加油 為什麼我特別需要加油 這樣 我沒想到 這就是說 標示 我們做這個事情 我們是新手上路 大家都給我很多鼓勵 我非常感謝 但是 到現在 才各位之後 你們覺得我主持之後 怎麼樣 好 謝謝 其實我是繼續 要有改進的空間 還有加油的空間 但是我自己知道說 這年來 受到很多 聽到的鼓勵 所以我個人認為我有進步 但是 在這年中間 也不是說 每項事情 都是如意 都是這樣 很順勢 很順勢 在進行 像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負擔很重的 一個月 要高兩百萬 去這個電台 做這個 師團的經費 啊 改進的時候 我是想說 啊 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樣 做這種立場的企業 立場的大財團 立場的基金會 他們應該可以來我們電台做節目 做功課 還是人用我們的節目 啊 想不到說 去找很多人的時候 都是碰壁 我這次的人 我到六十歲 我不是在向人 討人 不是在向人 純粹說 拜託 可以贊助一些 因為我沒有選擇過 所以 今年是我的第一次 開始去跟那些大老闆 去討人 去跟他們拜託 啊 沒想到 很多 都是說 啊 你們給這個立場道長 喔 給這個名 我們很 很 很 要跟你 要跟你贊助 啦 因為我們要跟你們贊助的時候 我們要跟你們做功課的時候 啊 結果 媽他們叫這個媽政府 就來給我們查銷 就來給我們查稅 啊 所以他們都很怕的 啊 有的是說 啊不然我給你 幾六萬塊 給你做一個贊助就好 不要做功課 啊 名字都不要讓我們 不要說出來 啊 啊 有的成績 過去的好朋友 我比較定過去 我說 我可以來給你看一下 來給你拜託一下 他們說 啊 不用來啊 我現在沒有在插警地了啦 我現在沒有在插這種事情了 齁 啊 所以我感覺實在那時候 很悲傷 很感慨 很親密 啊 但是我跟各位說 我們到現在 所收到的這些 不管是股金也好齁 日股的這種金 金費也好 還是說大家的贊助 百分是九十 都是幾六百塊 幾千塊 一兩萬塊 就是我們在座的 大家平凡的小老百姓 大家一塊一塊一塊 來給我們高官 一塊一塊 來給我們贊助 啊 綠一塊 並且我們所有的這個金費 百分之九十 不是來自那裡的有錢人 不是來自那裡的大財團 還是說基金費 我們都是來自在座的這些朋友 還是說國地的這些聽友 給我心裡 感覺說很感動 我比較認罪一點 我比較提供到一點 就是說 臺灣民主進步的力量 不是靠那裡的有錢人 是靠我們這些財政的每一位 你說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臺灣民主 倒退路的時候 最多黑暗的時代 我們可以站在的 可以繼續支持我們民主的力量 不是靠上面那裡的人 不是靠有錢有錢的人 不是靠有錢有錢的人 是靠我們臺灣的 很普遍這些人民 這是我今年 真正感恩的一個地方 我 這個今天 我今天是 要跟各位說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生在這個技術道頂 生在這個公司做節目 一定有它的意義 有它的用意 曾有一個朋友 夫婦 他們來我們公司看 他們就看我 我說 我在那裡很忙 在準備今天 這個 這個聖誘惠 他們就跟我說 好 看起來你很忙 我說是 很忙 他們說 你稍微有散了 這句話我聽到最初 很開心 他們又說一句 他們說 雖然 他們已經退休了 現在他們 可以做 事情 沒什麼事情 做 但是他們說 他們真 給我興仙 羨慕我 說是怎麼給我興仙 他們說 你在做一項 有意義的事 他們給我這樣說 我聽到這句 我真 滿心 感恩 因為 他們知道 就是說 我們做這些事情 不是 為個人 做的 我們是為台灣 做的 但是 雖然說 我們現在做節目 雖然說 我們現在 鼓舞有些聽話 雖然說 大家可以到 都可以 共同來 對媽英 叫政府來配搬 這個 真的有意義 是沒有不對 但是 更大的一項 意義在哪裡 更大的意義 就是 我們 2002年 台灣 絕對 要台灣人 來管這個國家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 國民黨的管長說 自己人管自己人 這是不對 因為他的頭腦裡面 想的是 絕軍 做一個絕軍 要管自己的絕軍 如果這樣 太過 偏俠 但是 我們要知道 台灣國 一定 要台灣人 來管 對不對 我們現在 台灣國 中古人 來管 這樣是 我們 2012年 要改變 沒有 絕對要改變 對不對 所以 如果說2012年 我們可以 利用 我們這個 通友會 組織 利用我們 電台發聲 可以把台灣人民的 老闆做主 這個目標 可以達成的時候 這是我人心最大的 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 拜託 這項事情 我們是要靠 我們台下 這裡所有的人 我們所有的 聽音 所有的事情 共同來 讓我們完成 我們的心願 完成 我們的目標 完成 我這四人 可以有錢 做一個 很有意義的事情 謝謝各位 在這空空